为了让善心资源可以更有效的妥善使用 台中市政府打造公益慈善平台 借由建立这个公益慈善的单一联系窗口 串切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更着手规划设计线上捐款资讯系统 希望让每笔善款都能够做到最妥适的运用 发挥最大效益 让台中市社福需求对象都能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台中市社会局邀请长期支持台中市社会福利服务的公益团体 一起揭开公益慈善平台 也邀请更多民间单位加入合作行列 要建立公益慈善的单一联系窗口 串接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平台 能帮忙大家做公益 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想 能够把这个公益慈善平台把它建立起来 能够让它更制度化 然后呢更完善 能够照顾到更多的弱势团体 那因为呢我们台中是个温暖的都市 有这么多的公益团体跟慈善团体在做善心 做爱心 那我们想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 那这个平台可以把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那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公私协力齐作公益 市府社会局表示 有许多团体企业负责人 想要为台中市尽点心力做公益 但不知道找谁接洽找不到合适管道 也担心一窝蜂现象造成资源过度集中 于是打造慈善平台 希望把资源和需要帮助的族群做适当整合 市职会今年长期的都在做公益 那有这个平台更是给我们市职会 我们307万区全体的私有4400多位 一个可以服务的机会 台湾有将近半数的弱势家庭 单亲家庭急需社会来捐助来帮助 所以我想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么我们国际福人社36亿地区 也非常乐意能够来共襄盛局 社会局强调平台将有专人说明服务 透过公司协力及慈善公益平台 让善款都能做最妥适的运用 也正着手规划设计线上捐款资讯系统 希望让台中市社福需求对象 都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